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星际九宫阁问我 请问抄写石的树苗或者油画能讲一讲吗 我先讲讲这个树苗 这个树苗它叫抄写石也好 照片的主意也好或者是精细树苗也好 都差不多都是这类东西 它怎么讲呢 细节的刻画就是追求的很极致 它的好处在哪呢 就是说你在画的过程中 你在学的过程中确实是通过这种训练 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观察和表达 所以从我个人上讲 就是说你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事 在训练的过程中最好有一点这样的能力 对你以后有帮助 从看东西到表达东西它有些帮助 工具材料上讲呢 就是说现在分几个类吧 就是咱们混着讲 就是说现在有拿碳笔画的 就这个挺多的啊 碳笔 碳笔是个中国材料 就是说都不是单一材料 来做这个精细点的这种素描 因为这个碳笔有一个好处 它就是不仿光 这样的话你画东西的时候 就是那个尤其像暗部 它不会很那个很亮很油腻那种感觉 然后呢它画到亮部的时候呢 会用一些铅笔啊 会用一些这个很细的铅笔 一点点做啊 工具材料 然后它用的这个橡皮啊 尤其像画细节的时候 画亮部的时候 可说橡皮很多 还有那种笔状的这种橡皮啊 这个都很正常的 用的都很多的那个人 嗯 工具材料 然后呢 这个 纸呢一般都是光面纸啊 纸都是光面纸 因为这个纸的话呢 这个你要想把它细节 你抄一点的纸做不到 然后我刚才我在 在上一个视频里面也讲过 就我自己画的时候 用的都是那个阿斯的那个水彩纸 300克的 光面的那个水彩纸 这样的话细节就比较好控制 笔的话呢 就是按部就是碳笔 的东西 亮度就是铅笔 然后这个逐渐走 越来越轻 到2H什么的 这都很正常啊 这个 形的问题 形呢 就是说这个 老外画这个形呢 有好多人就用这个 偷偷你一画 直接偷你一画 因为这个形状这个事情啊 不要太纠结这个 这个事儿 就是说你要表达一个 什么东西更重要 所以形呢 那你就去想办法 想办法去解决的啊 在这个过去有本书啊 就是大卫胡克尼的 就是隐秘的支持啊 他就讲画石里的这些故事 画石里过去的这些画石里的这些画家 也都会想办法 用各种那样的镜香啊 凹金啊 三张镜啊 利用各种辅助手段来画石 因为这个 过去来讲 这个艺术家或者是这个画家的讲 它是 它是一种手艺啊 你看那个 这个轮木朗都归到他当地的手工业的协会啊 就是它是一种 一种工作 一种生产 它需要效率 它需要精美程度 需要各方面的这种考量啊 所以它把这个行那个事呢 就是尽可能的在你绘画的东西的基础上 再让它更好一点 就这样 所以这行的事呢 也不是个大问题 然后就是从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流程上讲 要细致耐心的 一点的细致耐心的画 也要注意这个用画杖啊 用这个画桥啊 是吧 这些东西用各种辅助性的工具 不要把画面弄脏了 要一部分一部分的那个 一 逐步推啊 大的关系 做完了之后做细节 这种是传统的 还有就是从局部直接推 因为它有的人可能照着这个图片画呀 照着照片画 它的画面中黑白灰灰灯已经有了 有一个就像照片一样的啊 像黑白照片那种 所以它就从局部开始推 一直把它推完了 这个就完事了啊 最后都做完事了 最后一上光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这个 基本的流程 没有什么复杂的 复杂程度不复杂 就是你找了两张啊 你淋一淋啊 看一看 剩下的就是耐心 这个这种画呢 就是特别耗时间 时间让它特别耗时间 然后在画的过程中呢 尽可能呢 还是要追尽一点素描的 素描的原则啊 不要画在按照片画 按照片画完之后呢 就没有味道 是吧 嗯 从我自己感觉上讲 说我对这种技术 还是挺感兴趣的 但是我不喜欢那么画 因为那个意义不大 是吧 你现在这种各种影像的 这种手段呢 都非常多 所以就没有必要说 我画的像照片一样啊 你可以通过一些 这构成的方式啊 什么的来画 局部一些东西 可以画像照片一样 但是有些 有些部分的东西 可以做更 更宽泛的处理啊 更主观的处理 让你的这个画面的表达啊 各方面更到位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就我来讲 就是说它是一个基本技能 你掌握这种基本技能 对于你以后呢 它有帮助 尽此而已 如果让我完全像画的照片 是这种 这个 这个 这个不是我在选择的方向啊 我只是在这个 学画画的过程中 这个训练的过程中 接触一点这样的东西 画的细节啊 嗯 还有一个油画的问题啊 油画呢 这个可能国内比较早接触的 就是那个伊本那些东西啊 比较古典那些 嗯 还有一个 我后来接触的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佛莱王画法啊 就是比较传统的古典的这种 这种 这种画法啊 嗯 按照这个 这个大家比较纠结的就是 技术这块 就是 就是我们太喜欢技术了 然后呢 大家都在不停地 此近地研究技术 实际上这个技术 是跟随着表达来的 你先表达是第一位的 你想怎么想好了 你想怎么画 你的技术是跟着这个 表达走的 所以你这个 你刚开始学的时候 你要扎死 就是说我一步一步做啊 他是怎么弄的怎么弄的 等你都了解了 你慢慢用熟了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灵活 所以这个 这些画油画的这些方法呢 就是 开始的时候呢 就相对单一 往后呢 越来越多 然后随着人的个性啊 性格不同啊 各方面 受的影响不同 那方法就太多了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这个画家 都有自己的这个 工作办法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特别齿的东西 这是一个活的东西 所以大家要 要认识好这个关系 方法技法上就是 就是还是那条东西 就是 传统的那个 画形啊 把形画完之后啊 画单色稿啊 画单色特稿啊 然后画这个 半调子的稿啊 像一本就画一个半调子 是吧 就是这个 有块颜料啊 都加白 然后逐渐照染 这个也是个方法 但是你要有能力画 就直接画 画完之后还可以黑染 还可以照啊 还可以重复一遍遍做 这个都没问题 重要的就是 你要看到这个 看到你要想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目的 什么样的效果啊 呃 从始至终 我都特别反对的人 就是耗很大精力 就画个照片似的 这个这个没有必要啊 太迷恋技术了 那个 呃 技术很重要 但是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走偏了啊 要以你的想法为主导 这么做啊 嗯 嗯 这就是我对他的一些 基本的这个 基本理解吧 如果你要是 谁要想知道这个 这一些技术细节 啥子 到处我还可以再给大家 讲一讲啊 这个没啥 这个没啥个 可椰子长的 这个东西很简单 网上查有的是资料啊 嗯 嗯 好 那就这个就先这样啊 好 谢谢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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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